F绝对是高级云选 能够超远距离打击对手 而且先手 而且几乎无法闪躲 你认为锤子 可以认为就没有这个F判定高 因为锤子是 基本是可以躲的 漂亮 回手一个大 极有的一点来 但被女团一个点干掉 这边再卡住了 牛的位置很不好 但是兵女给的成功了将一 AM有加速了 大赶过来 一刀 再一刀 再挨锤上 一刀 笑了 刮死了 牛还是有篮 要不然不会打那么疼 那一下 敌法师回武加加速服 直接回家 那这会儿应该是出什么呢 其实我看到敌法师 他本身的篮也并不够啊 并不是说 敌法师就用不完的篮 他的篮 我看也是胜了一点点 这个顶没有顶到 如果那家过来 想补这个篮 可能就被顶到了 这船长就是猜别人心理 那家到中路选择了 没有出任何的 回血回蓝装 因为有兵女的光环知识 然后呢 回血他并没有他在意 那有的那家打法 这个打法也比较多啊 有主张先 林肯的 有主张先雪晶石的 还有主张那个什么什么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林肯 但如果对面 这个AOE爆发很足的话 那肯定还是先雪晶 稍微好一点 如果是点控多的话 林肯比较好 有Lion这样英雄 你除了林肯绝对是赚的 而且林肯本人也能够撑出去 也能够加回蓝 只是没有雪晶那么疯狂而已 这边下塔 陈AM加帕克 那我说一下 AM最讲究的就是切入战场时机 你上来就飞进了AM 跟后来进来的是两个概念 那这会儿也是AM没有考虑太多 直接进来了 装备也并不是很好 好 继续来管 这个人头应该是 被拿到了 因为天才方有很多召喚戏在这边 这波团队打的底细是比较足的 实际上AM不要第一个 不要第一时间冲击战场 最好是能够躲 一波控制剂 不用百分之百控 能躲三分之二的控制剂 放完之后 再切入战场就够了 因为战场那波是打不死你的 然后你呢 如果能修上海 再避出来也好 如果你不能修上海 直接进来收割也好 就让队友的 这波反控制 释放上去 你进来收割 这边野区 看到一个蓝点 不过是假的兵女 M要快点把甲腿出了 这边也是 梅兔莎把回五出了 船长水刀不要老用来补刀 大半身用来抹血 补刀还是用基本的攻击去够了 老想用水刀补刀的船长不是好船长 这个钱也是敌法怪跟他抢了 这边陈是带了一个销售 那么这个也是要拿塔了 不过上路呢 建方也一直在在线 一直在打钱 应该是S打钱 那S跳应该是够了 好 阳柱 避过来 躲过了Line的插 对Line的寡 但是被冰上接了一个C 帕克 这个C 刚才敌法给了一个W 大家看到没 一个特效已经改了 陈从后面让我来点兵女 Line的磕大罐但是点不到啊 美如沙给了一个G GT现在CD了100秒 但是也很强大 点死 这边再给一个C 弹了两个人 哎 谜团这个必吸的 真的是 这么 CD这么短 这么宝贵一击 怎么毕竟这样让废掉了 那么光哥继续走到中路 稳稳的站在 站在他的发 哎 这边是被Line一个大射死了吧 应该一个大 看他篮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没切过来 ES 赶快 ES 上面发了很久 这会跳刀不知道怎么样了 销售刚吹自己就倒了 看光哥的 漂亮 那 结束了Miracle的 Miracle 这个刚才那个B吸的 真的是不好 他想意识留意一下 嗯 我们看一下目前牛的钱 1900多 让牛在11分钟 free farm出去跳刀 这个就很难打了 美兜莎这边还是 坚韧球 其他人 船长是 相位加回舞 敌法是光阴回舞 那么装备还目前是 近阶方摇摇领先 牛的大剑好了 然后呢 美兜莎也算是发育成熟的 这样吧 接下比赛里面 如果天方不能加紧push的话 就很难打了 中塔没推掉 左边塔也没推掉 只拿了一个外塔 作为一个push阵容 12分用只打一个外塔 是很丢脸的 船长过来打野 那天方现在下塔是没了 还是跑到下路来 不知道干什么 想打小干 应该还是从下路 扫荡 一下野区 直接扫到中路 这样的打法 而且中二塔 最好不要比边二塔破得早 因为这样的话 中二塔打起来 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 但是边二塔 就不是那么安全了 我们看进入这边是个反包围 一个兵 好 那但是这个技能 释放的有点乱 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这怎么行 来一个左位 躲掉了标 但是还是死了 基本被敌发管没有拦了 知道为什么要用指向技了吧 两边 一个打上面 一个打 左边的 应该统一打左边的比较好 不过可能也是在想 迷他没有大了 刚才面团的以外 把他打放过了 最后干脆我打这个 没控制剂的好了 所以刚才行为上不统一 GTS这个队伍也这么老了 不过呢 我说了 拽的是新加入队伍的 难免有一些 这个风格 好的 现在9比8 比分野人咬得很紧 这边这个塔是 借助一波小干客的成功 偷偷拿掉 这贸然回来 我们看牛是一个跳弹 秒掉了 我还本来不看好这个TP的 结果牛是有 带着跳过来了 那直接世界上就是毁灭性打击了 美都沙也飞过来 那是想 这个美都沙飞过来的话 我觉得 不是一个正经选择 光哥 因为左边别人没有外坦了 你中午又只是有两个人压 你完全是可以站在继续打钱的 除非你决定拿上的外坦 要不然这波 就会把中塔让给天天放大 或者最起码让别人耗一半血 这边怕就是出假腿了 有点自暴自戏的感觉 一个人前期发育不好 后期想发育真的很困难 因为后期范围的压力很大 比赛节奏也很快 所以Dota确实不得不承认是越改越成功了 很多人说48怎么怎么样 就是实际上4810%的比赛很精彩 但90%的比赛是比较弹腾的 现在赵让有很多跳刀 跟布林肯的操作 只是这个比例降低了 不代表一定要出跳刀才好看 跳刀对网络云交都太高了 不利于线上赛的普及 这边B过来A一下 再一个标 这个标标做躲不了 回手一个iPhone没有射死 成也给的大 漂亮 民团又一次逃生 几次都是杀迷团就要团面 B走 这锤子还是躲不了的 这锤子除非你是无敌 位移啊 什么隐身啊 都不行 这边让我来赌 但是我看到 他是1000点血 以臣跟船长输入不够 远远不够 也许这边也是一个 A遇到ES 这F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A遇到两个人直接跳走 如果迷团再追 可能迷团还会死 我们看一下迷团 有点 不知道死活啊 800段性的迷团 没有任何属性 这边忙F一下走人 那目前为止 机密方这个牛 也就是 登地的ES 表现是比较完美的 就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这边捞炸的话是 假腿 15分钟 紧犯不出的 假腿跟回舞 这个相比光哥 就差了一截了 但是有1200 可能是